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对朝鲜古代女性服饰时 有一点了解 那肯定知道她们有一种衣服 是直接敞开双乳 并将之暴露在外的 这种服装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 联想到的就是那个特殊职业 妓女 但实际上这个答案只对了一半 因为这些女子真正的职业 是朝鲜王朝皇室的女医生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这些救死扶生的女医 在当时不仅要为朝鲜王宫贵族中的女性治病 更需要随时给她们提供跳舞 唱歌以及曲乐服务 同时还兼顾侦察监控等活动 这就是臭名显著的朝鲜一纪制度 这些人也被称为女医纪 一谈起一纪制度 其最早推行于 李朝第十代君主 著名的荒淫国王燕山君 在位期间 在位期间 直到高宗二十一年 朝鲜爆发假身政变 于1894年 在日本的威胁下进行甲午更章 这项制度 才彻底在朝鲜历史上消失 可如果我们把一纪制度诞生 紧紧归结到燕山君的享乐上 无疑是错误的 因为它还受当时朝鲜的 整个社会环境所影响 众所周知 由于受封建礼教 和儒家礼学思想的影响 古代妇女 在社会中不仅地位低下 更有男女有别 男女受受不侵 等严格的教条约束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 男性对女性征操的控制 在这方面 从中国学去整套政治体系的 朝鲜礼朝 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礼朝建国初期 就援引礼济内泽 规定女子出门 必须拥戴其面 为了更进一步 让女性遵守负德 世宗时期甚至下令 有为的女性 要守吃行五十下 并交纳赎钱 然而 这就引来了一个 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女性生病了 谁来看呢 医术作为一项技能 在古代 一直以来都掌握在男性手中 望闻问切 又是中医看病最基本的要素 医患之间必须要亲自接触 然后 由于严格的男女受受不侵教育 当时 朝鲜女性 甚至有不得治疗活活病死的案例 朝鲜王朝食鹿仔 富人有疾 是难医疹治 或怀羞愧 不肯出事奇迹 抑制死亡 当然 影视剧中 那些悬丝枕脉 那完全是艺术创作 哪来得到处审医呀 所以 太宗六年 李朝寄生院 从关闭中 选拔童女 教授医术 另起长大之后 为王公贵族的女眷看病 即 李朝医女制度的开始 到了适宗五年 寄生院又上书 若不分怪贱 女性者得以治之 适宗应允 于是 女医不仅为贵族看病 同时 也为地方普通的妇女看病 从这里来看 医女制度 可以说是 李朝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 它打破了 医术传男不传女的 方健传统 更是不分贵贱 甚至当时 还规定外国女子 也可以得到女医的治疗 而且还是国家培养 在这点上 其先进性 已经远远高过了 当时的宗主国 中国大明王朝 毫无疑问 这是值得肯定的 可这里 有一件事 却给当时的女医 从记 埋下了隐患 那就是 女医 卑微的出身 在最早期 女医 基本从13岁以下的 官婢中选 后来 又扩展到 地方婢女理念 经国大典载 每三年成续案 选上奴婢70名 聪慧年小者 授其医术 由于当时的朝鲜官婢和地位 基本上和妓女差不多 所以 虽然女医也是大夫 却和男医的地位 有若云仪 不过 豊朝太宗 世宗 世祖和成宗 都是较为英明的帝王 他们并没有因为 女医的身份卑微 而荒废医女制度 甚至一步步用律法来完善 更有赏罚制度 来促进医女的发展 但是 到了成宗后期 开始出现 女医除了学习医术以外 还学习歌舞 并和妓女一同化妆 参加宫廷宴会的案例 然 中成宗一朝 也仅此而已 可成宗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儿子 燕山君 会败进李家的颜面 燕山君 名李龙 李朝 第十代君主 被誉为朝鲜历史上 最残暴的暴君 他不仅喜欢使用酷刑 在迎乐之上 更是堪称变态 还把寺院都改建为妓院 供自己取乐 根据朝鲜石鹿记载 女医第一次从计 是在燕山君八年 当年六月 为燕山君生日 其令手下精选了七十名女医 同妓女一起进宫表演 随后 遇前是否 同年十一月 又令太妃殿 挑选五十名女医 遇前是否 接着 燕山君下令 女医必须去学习妓女的隔月 以备皇家宴会 在燕山君后期 参加完宴会的女医 甚至还要留下七天 去服侍朝廷百官 燕山君的荒淫 使得女医和妓女无二致 再加上 女医本身出身卑微 朝中男性亦乐得于此 随着女医脱离本职 他们甚至还替王公贵族 做着调查女性犯罪 逮捕等活动 朝鲜实录记载 显宗十一年 有女罪犯在狱中死亡 一进府 发遣本府厅代问女医 分网搜来之意 经国大典中亦有 经奴婢 逃聚外方者 论罪捉还 依女者 审阅查看后移交 不仅如此 当时 立朝遣使者 到中国或者日本 进行吵拜和访问的时候 随行人中 亦有女医 为何是女医 就不用讲明了吧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当时的明清两朝 甚至有向朝鲜索要女医 有者被皇帝留下 其余者则赏赐给大臣的记载 如明史中就有 关西依女者 经中房记也 若从事少者 皆所知 可见 当时朝鲜荒唐的医记制度 已是闻名东南亚各国 那到这里 就有人问了 当时的女医 都是医记吗 答案实际上是否定的 前几年大火的韩国电视剧 《大长经》 所说的就是中宗朝的故事 《大长经》 本名徐长经 因医术高超得中宗赏识 她可是一名正儿八经的女医 原来在当时的豊朝王朝 有惠民署医记和内医院医记两种 其中惠民署原本是专门负责 医治平民百姓的衙门 后来又从事医记的训导 以及宫廷礼仪和歌乐 到了离朝后期 惠民署基本完全沦为培养医记的部门 而内医院则又分三种情况 其中被称为内医女的 是正儿八经的女医 治救人治病 不涉及任何其余事物 第二类叫做拆备适领医女 都是选拔出来医术高超的女医 专门为皇室服务 但是由于当时统治阶层 缺少取乐工具 所以拆备适领医女中 会有很少的一部分 也从事医记工作 第三类叫做武乐观亭医记 顾名思义就不用讲明了吧 十城镇院日记载 今亡婚 若五月者积少 何如 今惠民署诸一女多姿 可设五月官厅选之 一句 五月者积少 惠民署诸一女多姿 倒进朝鲜理事王朝 一纪制度下 封建统治阶层的荒唐 原本应该成为朝鲜历史上 颇有亮点和光彩的一女制度 在燕山君上台之后 竟然成了朝鲜女医四百年黑暗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到底应该怪谁呢 难道仅仅 只是燕山君本人的性格吗 中宗上位之后 其作为豊朝中兴民军 虽然有意废除一纪制度 然而最终为了皇室利益 任由其继续下去 之后的豊朝君主 则一边骂着燕山君的浑庸无道 一边开心地享受着 燕山君留下的成果 直到日本人拿刀架在 豊朝皇室的脑袋上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